都是有錢人的專利 那麼有法府成立之後 也變成讓一些弱勢者 或是不知道法律的行政程序的人 有一些紓解的管道 甚至救助的對象 那成立到現在大家都肯定 這個一個成立的一個組織的一個 它的功能性 但是比較遺憾的是 我看到大概有兩種駁回的理由 大概顯無理由 一個無知力者 那我就叫這兩個部分 那無顯 這個顯無理由的部分上 從2001年 我看你的報告裡面 顯無理由的駁回的高達56.4 那麼有經過負益的 負益之後 被駁回的高達67.62 這個顯無理由的比例 佔得相當相當高 那2011年更荒謬的是 整個法復接受的案件 有高達11萬4871件 但是真正提供諮詢的有7萬件 換句話說撤回了2000多件 真正成案的不到3萬件 我把它加減成案 我把它加減成圖之後 你接了11萬的案件 結果真正成案的才不到3萬 這是2011年去年而已喔 那2010年 剛剛我們召集人在 在這個質詢的 博物回率高達56 甚至這個負益制度 也都形容虛策 董事長 你有沒有去檢討 為什麼你們端出來的顯無理由 這個比例那麼高 最近委員們提案 還有那個Menteo報導 我們內部已經在檢討了 那我們有稍微估算一下 如果今天大院修法 把這個顯無理由條款全部刪除的話 粗略估計大概每一年會增加 預算規模大概兩億左右 那同仁算的 增加兩億 我想齁 如果有必要性的話 坦白講 兩億對整個體系的預算並不多啦 但是如果這個名子名高 用在幫忙原意的這個初衷上 我認為是值得的啦 所以董事長 您既然貴為董事長應該 在董監事會裡面 把你們目前為什麼社會批判那麼多 我就講個案嘛 您也知道的 一個何小姐 他是用那個法服的人員 去對這個小姐服務說 他是因為詐騙集團遺失的證件 被詐騙集團去盜領了 結果他用說 你為什麼詐騙集團知道你的密碼 把它剖掉了 那更方謬的是 人家自己去聘律師 聘律師之後勝訴啦 那你不是打了法務一巴掌嗎 那總之想 這個要不要檢討選服理由的部分上 你如果單純只有法律諮詢不免啦 當主定委 你要答覆一下啊 我們每一個委員在座每一個委員都有付出 我當然一年的法律諮詢最起碼都上千件 我們都有義務律師在諮詢啊 如果法務只有諮詢的功能的話 那大可不必啦 對於弱勢者根本沒有辦法協助啦 我們各個委員 幾乎來自全國各地每一個委員的辦公室都有法律義務諮詢啦 各縣市政府各鄉鎮公所也都有 那如果說法務的功能只有局限在這樣 那這個是不是要檢討一下董事長 一定要檢討 會檢討 所以委員的發言重點 我這次董事會會全數向董事會報告 因為我們所有的決策是要董事會公決 那這麼強烈民意的要求 董事會也有義務要知道的 你們的選服理由裡面還有幾個很方便的 那個法務的人一看過 這個沒有勝訴的可能性 就把它駁回去啦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勝訴那人家還要請你幹什麼啊 就是一種法律救助嘛 所以在憲法賦予人的一個訴訟權裡面 我們去協助這些人 那尤其大部分會跑法務的 坦白講都比較弱勢啦 如果有錢人揮避這個 那一查就清楚啦 好 選無理由者是比例這麼高 你這個無資利者更荒謬的 在九十五年更高達三十二趴 那麼你今年在九十九年 退回率 脫回率有二十五點九Percent 換句話說二十六個Percent 這個無資利喔 無資利者 是不是你應該要放寬一下 是 那在今年年初已經放寬了 那是不是要再放寬 我一樣會提到董事會 年初已經放寬 你放寬到怎麼樣 你告訴我一下 就是配合了社會救助法 在社會救助法上的中低收入全數 我們給予輔助了 中低收入全部可以輔助 但是在競貧階層的咧 呃還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 對啦這就對了 來董事長 我也有很多個案 是 他明明是單親 而且根本也是失業者 但是咧 到法屋是被吃個碧綿羹的 是 因為他有可能是 有持有土地的祭祀工業 或是有可能是 呃這個祖先傳下來的 他共同持分的 他共同持分的 不好意思 那你的社會救助法 現在全國每一個縣市的 社會救助的標準是不一樣的 去年七月份 社會救助法修飾 修了之後 那我們如果去幫忙這些弱勢 才是我們的初衷啊 那你看我就比個比例啦 你中低收入戶 目前 台北市 兩萬八千塊 台中市 跟一直到高 高雄都兩萬三 台灣省其他的縣市 兩萬二 每一個縣市的標準都不一樣 你再乘以兩個人口 三個人口 當然永遠都不過啊 所以 這個齁 我認為應該切印時事啦 與時俱進的 整個 剛剛我們趙建人講啊 新智營倒退到十四年前了 已經入不敷出了 才會求助於法福 那法福如果還用這麼嚴苛的標準的話 那這個 我認為這不是在幫忙 這個 這個求助者啦 所以在這個無自力者 你大概2010年修過了社會救助法之後 這個董事長 你們未來認為這樣的一個門檻 是否還要再放寬 不單只是中低收入戶而已喔 有些是緊急狀況 或是他無能力者 比如說我剛剛舉了幾個 有可能他的 既是工業啦 或是有可能他 現在沒有能力 但是他有一部車 他完全沒有工作 但是因為在這樣的一個自力證明裡面 他就可能 沒有辦法得到援助了 那這個當中裡面 董事長 是否 我們可以授權給各縣市的 或是我們一個 因為這只是行政命令而已嘛 你那個 你那個 你那個無選無理由者 是一個法 那你這個是行政命令 無自力者 是行政命令 你們可以在行政命令裡面 授權給你剛剛講的 裡面有一個審查委員會嘛 那這個委員會 如果還要 檢方 院方 包括律師來審核的話 那我認為他是太上皇了 這樣的一個機制 我認為是否授權 給這些各個委員 讓他們去有一個彈性的空間 讓他們去決定 突發事故 比如說我就講 董事長 您知道嗎 八八水災的時候 突發事故 有些人 因為親人喪失了 但是他去求助法務 沒有辦法得到法務的協助 因為他有資產 他的資產超過了 但是他求助我們的時候 他需要去辦計程啊 辦各方面的 或是去拿死亡證明等等 這就是沒有辦法 所以我認為說 應該是否 有些單一事件的事故 或是 當然八八取來是 另一單一事件 也有很多存在 我們街頭巷尾裡面的單一事故 是否也要一併犯官 董事長 如果這突發事故 我們會立即的 成立一個專案 有些專案就是 要突破這些限制 那委員的指教 我一定會全世界 董事長 您成立的專案 是怎麼樣的專案 是由董事會 這邊成立專案 還是由各縣市 沒有一定要經過董事會 好 那如果這就是問題來了 董事長 如果愛於這樣的行政程序 比如說 我今天我在台中發生事情 我要求助法務 法務如果在照您剛剛講的程序 還要報到董事會 那這個程序一走下來不知道多久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董事會每一個月召開一次的 每個月召開一次 是 我會也可以召開臨時董事會 那臨時 我們會立即反應的 立即反應 那如果你們在 如果這案你們秘書處 再認為這個沒有急迫性 不臨時開會的話 那這個人 這個要求助的 那他就等於等死了 還要再等一個月之後 有可能等兩個月 那還沒有結果 那怎麼辦 所以我認為董事長 這就是問題的所在 我們沒有要建議法律所授權給你們的 但是 你們更應該董事會這邊也 若干用行政的一個授權給 各縣市基於他一個獨立自主 而且 有他一個彈性範圍空間 而不是 西田町這邊硬邦邦的 那永遠如果 每一個都背著六法全數來辦事 那永遠辦不了啦 是不是這樣董事長 要不要檢討一下 會 會檢討 董事長我剛聽到您在 告訴這個委員在質詢 您的預算裡面 現在秘書長 大家都很清楚 國營市在檢討 固然你們的行政專職裡面 是很辛苦 您是堅持的 您是很辛苦 但是總點 駁回率這麼高 這個承案率也不高 那又有這麼多的高薪 你認為說現在秘書長領多少錢 按照我們的法規 最高是十六萬 不過現在新任的秘書長 是合了最低的薪水是十萬 十萬 那為什麼你們的預算是寫十四萬 他是平均的標準 他抓的是一個平均數 董事長 你要來 要做功課 因為你是履姓 所以我對你比較客氣 我溫柔婉約 這邊不是在自強活動的 娛樂中心 你們的預算書 明明寫的這邊是 秘書長 一個位 十四萬兩千 副秘書長 十二萬九千 這是你們的預算書 這是你們送給立院的預算書 你還講十萬 你們還有連中獎金還是齊頭式的一個月 還有績效獎金 你這個 這個一弄起來 還得了 所以我認為 如果 能夠辦好事 坦白講 以律師的背景 這也不高 但是辦不了好事了 這就偏高 你說 你們的一個 秘書長 十四萬二 還有考基獎金 一個 一點三個月 連中獎金再一個月 年薪都高達兩百多萬 那當然如果他跑出去職業 也不只賺這樣搞不好 但你們都是未來司法界的翹楚 有可能就是未來大法官的提名人員 在這個當中你們要自律一下 這樣整個社會觀感也不怎麼好 所以你說 他十萬 當主定 預算書裡面是明明白白寫的十四萬兩千 這個秘書長因為是剛剛新聘的 對不起 他聘任的時間是在那個預算書列列的後面 這你們的預算書嘛 所以你不能 這個預算書 有預算書為憑的吧 我們不是無敵放始嘛 是不是這樣 所以董事長 是可以到那麼高興 我坦白講 可以這麼高 我也沒意見啦 能夠真正去解決幫忙弱勢的 我也沒意見 那可不可以容我報告 就是以那個十四萬的薪水 我們在外面去請自身的律師來當秘書長 碰壁了好多位 我都清楚嘛 所以我剛剛也替你們講了嘛 但是要把它功能發揮出來嘛 你總之如果一個大牌律師 像如果賴斯堡他去當律師 他一個月就不只 十四萬 他可能一個月有一百四十萬 但是這不一樣嘛 所以說我要講的是功能性啦 當然個別的 我們都不談個案 不是說對他個人有意見 都不是 我們認為 以目前大家在檢討 這樣一個公部門的一個 他的功能存在的一個價值 從無理無險理由 包括他這個無知力者 這個都應該一併 把我們法服的一個功能的強化 好不好董事長 是 那主席您請就做 我請那個 行政司法院的廳長齁 你好像坐在那邊比較無聊齁 黃廳長 一分鐘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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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廳長 我怕你無聊啦齁 不過因為 大家都對法服肯定他的功能存在 那只是他功能存在性的制度面 有可能有些瑕疵 或是有可能他沒有辦法兼顧到 很多需要被幫助的人 那好 那這個基金會是在司法院底下所成立 也是您的管轄的一個行政 那有沒有社會一個期待 這個救助的一部分上 能否放寬 跟委員報告 其實剛剛委員指教的在 我們目前的輔助範圍裡面 就已經有把它扣除掉了 包括即是工業或不能處分的財產 來 或者是 來 廳長 那如果說 擴掉為什麼還有高達26% 那基本上 所以我要跟委員報告 我們要了解審查委員 有沒有用統理心來看這個問題 對 這就對了 廳長 所以我們要求 你們不是剛剛講回答委員 說有評鑑嗎 為什麼博會率那麼高 這個你們就要去評鑑設計這個 而不是把評鑑委外 你們這個是你們行政權嘛 你不要自我閹割你的行政權 你們應該去評估 固然對你們而言是一種業務的壓力 但是也是讓整個功能可以真正發揮的地方 好不好 廳長 那另外一個 大家外界很期待的 對於這個原來的董事會的成立 希望呢 我們這個法國公會 也大概也對外有講 希望是否能夠有加入員工的董事 將來就有不同的思維 的考慮當中裡面 避免法律連跟法律連 講起來固然有共同語言 但是同樣一個思維 不同的角度 那 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您有沒有去檢討這個 將來組織章城裡面 納入員工的董事 基本上就 來回應整個社會的期待 目前在組織章城裡面 其實可以朝這方面去規劃 但是從目前的執行面來講 在我們有兩席那個專家學者 一席弱勢團體 然後這兩席是屬於比較開放性 其他都是固定性的 在這開放性的席位裡面 我們可以來檢討 如何讓那個組織更健全 委員的建議我們也會順便代表 這兩席開放性的董事 就是一個專家學者 然後弱勢代表 我們希望他是真正專家學者 不是去背書的 然後我們 我在這邊也要提一個建議 就是員工的董事也應該納入 以引領社會的期待 那另外 我個人還要提到 整個這個法無著重的 都在刑事案件 我們認為刑事案件已經有公社的檢查 這個律師的 已經有公社的律師之後 那麼民事的才是我們強化 有很多現在民間 因為警機不好 詐騙啊 整個卡在 各方面很多 或是財產糾紛等等 民事的部分 才是人民比較多的啦 所以我認為比例上是否應該調整一下 跟委員報告 這一方面我們也贊同 但是目前全國的公社辯護人 因為我做過人事出展 我清楚 只剩下五十位 全國的公社辯護只剩下五十位 那目前又沒有在禁用公社辯護 也因為受到 中央機關總緣合法的一個 我們示範園匡定的是13900 所以基本上 在可預見的公社辯護人 在禁用的空間不大 所以我們目前是盡量朝 議變跟那個法服的 扶助律師 走向這個 這個方向來走 那這個方向可以 朝行事跟民事 綜合規劃 我們委員的議長 我們會帶回去 這個部分去思考一下 在民事的比例上的調高 我認為這個是必要 百姓最需要的